这是车内常见的12.8英寸屏幕 它显示一张风景照片是这样的 这是两块15.7英寸的屏幕 它要显示我这张风景照片明显好看很多 而这是吉利银河一巴 它45英寸屏幕的显示效果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42号车库 我是James 马上2024了 相信现在你买车绝对不会拒绝大屏 但可能还会纠结大屏的体验 到底好不好 正好我们趁银河一巴 上市之前的这段时间 找到了一辆试驾车帮大家测一测 我第一眼看到银河一巴坐舱的时候 真的是相当喜欢 在这之前 几乎所有的车辆前排屏幕都分了好几块 中间边框能停下好几艘航母 看着真难受 但这银河一巴是一整块的屏幕 真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了 没有中央分割的边框 加上四周的窄边框 它的屏占比达到了98% 我们从侧面看的话 还特别明显的感觉到 这块屏幕相当薄 只有9.8毫米 对于车载LCD屏幕来说 相当优秀 再来看屏幕的参数 尺寸达到了45英寸 横向的分辨率则达到了8K 这什么概念呢 从显示面积上来说 这块屏幕的显示面积 相当于常见12.8英寸屏幕的三倍 是15英寸屏幕的两倍多 在这样的尺寸之下 银河一巴的这块屏幕 还做到了1500比1的对比度 驱动这块屏幕的芯片 也更新换代了 高通骁龙的8295 8295到底强在哪呢 我们和这两年智能车 都标配的8155来比一下 首先是芯片制程 从7纳米提升到了5纳米 这是芯片制造工艺 特别重大的一次提升 在性能上 CPU算力提升了两倍 GPU算力提升了三倍 NPU算力提升了八倍 并且8295在车机芯片的序列中 其实是相比8155定位更高端的 这个提升大概就是 从旗舰手机到轻薄笔记本 这样的差距 二者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那骁龙8295这么强的性能 我们直接来玩玩游戏 这全屏的游戏 可是8155时期办不到的 也恰好是依托银河一巴上 这块45英寸的大屏 游戏的沉浸感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了 像我在赛车游戏当中 周围的街景都能一览无余 速度排名显示的这些信息 丝毫不会耽误我看风景 我也希望各大游戏厂商 赶紧对8295做做游戏的适配 车内游戏肯定是个不小的市场 说完了硬件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系统 当前市场上不少主打 智能化的车型 体验越来越好 但却没在视觉效果上下功夫 另外还有一些车 在视觉效果上一直砸钱 大屏适配的体验却又没能做好 而银河18在45英寸大屏优秀视觉效果的起初之上 还实现了更好的体验 那么银河18究竟是如何利用好这块大屏的呢 这不得不说到我最喜欢的一个应用场景 AI音乐律动 利用歌名歌词中的关键词 生成一张AI画的图 并加上一些动效 这是我们目前见过 AI画图最有价值的应用场景 比那些AI画图换壁纸 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 比如我们现在播放告白气球 AI画的图就有一对情侣和满天的气球 我们再来播放一首魔法城堡 AI画的图中也是山中的一座城堡 再来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张图就真的是夜间的星空 如果是英文歌也能准确生成 比如我们播放Taylor Swift的Welcome to New York 图片上显示的就是大城市的街景 中央还有纽约的帝国大厦 我更喜欢的是 AI音乐律动可以伴随你的驾驶全程 陪伴你驾驶的不再是地图 或者冷冰冰的静态壁纸 这几天上下班路上 我就一直在用这个功能 随机播放歌曲的时候 还有不少惊喜 实现这项功能 其实不仅仅是8295芯片的能力 还有极力星锐制算中心 提供云端算力共同完成 它的算力是多少呢 每秒81亿亿次 就挺离谱的 这个可以给全国的车主服务 另一个我很喜欢的是 3D主题桌面水墨单清 这也是银河一巴的桌面 中央的车模非常细腻 四周则是具有中国风的水墨画 还有一些西湖的元素 如果你不想要3D桌面 还有2D壁纸桌面可选 每一张图片都非常细腻真实 一套车机系统除了视觉效果优秀以外 更需要好用 我觉得银河一巴上这套银河NOS 有两个特别的优势 第一是自定义程度高 第二是上手没有难度 比如系统主页下方的Doclan 这里会集成几乎所有常用的按钮 但是每个人用车习惯不同 需求也不一样 这时候银河NOS给了我更多自定义的空间 主页上的小卡片可以随意添加 或者更改前后的顺序 无论是快速导航回家 快速切换驾驶习惯 这些关键功能都在手边一触即答 应用主页也是一样 我们把常用的地图音乐设置这些APP 靠近左上放置 驾驶的时候不常用的相机游戏放在了右侧 给用户充足的个性化自由 是一套优秀车机系统的基础 在操作逻辑上 银河NOS也具备三指下滑关闭APP 五指捏合打开多任务栏 这些快捷手势 和安卓手机平板几乎同样的操作逻辑 相信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上手都没有难度 一套优秀系统之上 车辆更需要优秀的应用生态 银河E8拥有自带的APP生态 导航音乐视频 这些常用的全都有 就算是Apple Music 暂时没有车机版的APP 我们也可以通过浏览器来实现 我们也可以从应用商店下载App 种类覆盖了音频 视频 游戏等等 我们展示几个比较好玩的吧 一个是爱奇艺 视频不一定要在屏幕中央播放 可以靠左或者靠右 甚至左 中 右三个区域同时播放一个视频 另一个是车鱼视听 停车等待的时候刷刷抖音短声音 消磨一下时间也很不错 还有不用下载直接可用的小程序 轻度使用也很方便 如果你觉得这么多APP还不够的话 那我劝你入手个魅族21 连上了魅族21之后 可以发现整个的界面 其实和手机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是银河NOS接入的Flyme Link 极力银河与魅族打通底层开发逻辑之后 Flyme Link才得以诞生 也正是基于Flyme Link的功能 我能在车上打开我们42号车库的APP 观看站内的视频 顺便给自己一个三连 像我朋友日常喜欢用Apple Music来听歌 这个APP在魅族21上也有适配 并且桌面小组件能够快速操作 车机上打开 然后听周杰伦最新的歌 可以开启无损 然后同时还能看到歌词 如果你是游戏玩家 你喜欢的游戏恰好没在应用商店里 车上也是可以打开的 并且连接手柄之后玩也要比捧着手机要更爽一些 当然如果要在车上应个急想要办个功 Flyme Link也能帮你实现 比如我今天下午就在车里写了这视频的稿子 还和同事开了飞书会议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 行 就是这样 然后我看能不能全屏 如果说到这种更全屏的话 我知道了 这样的话手机是可以横停的 然后比如说我要共享一个文档 哦 共享的文档也是在这个这个框里 我知道了 停止共享 最好还是这种 这种通话还是比较好 可以啊 感觉不错 甚至啊 你能在车机上打开手机上的全功能的地图APP 我看了一下手机版的高得地图 从买卖车辆到看病就医 全都能解决 虽然我可能用不上这么多的功能 但你给我我就要了 Flyme Link确实就是把手机搬到了车里 与此同时啊 基于手机版APP对大屏的优化 车机屏幕相比手机屏幕的小屏体验啊 要更好 马上到2024了啊 不少手机厂商在汽车行业持续发力 让手车互联又火了起来 传统汽车里只有CarPlay 到了银河一巴上 Flyme Link 笔尖鸿蒙超级桌面 手车互联的功能一直都是头部的存在 如果你恰好没有魅族的手机 华为的HiCar 支持小米 Oppo Vivo的CarLink 也能帮你不断拓展应用生态 要让我做个总结的话 银河一巴的座舱生态 是明显更优秀的那一档 它不像是一些车型 只有定制的APP 第三方APP 完全没有上车的机会 也不是完全开放 任何APP都能装进车里 银河一巴是走了一条更独特的路线 一方面车内自带生态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是支持手机互联 极大拓展的应用生态 或许这也是其他车企和手机厂商 可以考虑发展的方向 对于银河一巴而言 车辆上市后 OTA的不断优化 手机车机APP的体验一致性 也将有机会做到更好 此外像是手机和车机硬件互相调用 以及软件更深度的融合 也可能率先得以落地 如今车早就不局限于代步工具 更是要在多种场景之下满足用户的需求 银河一巴为不同的用车场景专门设置了智能水晶旋钮 按下然后旋转就能在几个场景之中切换 比如小朋友上车了 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儿童的场景 并且播放适合孩子的音频节目 自己出门的时候 快速开启AI音乐律动 或者在不同的主题桌面之间切换 都非常好用 有没有发现 一个智能水晶旋钮 把银河NOS中各种亮点集成在了一起 在智能水晶旋钮的两侧 还有空调和驾驶模式快速切换的实体按键 盲操没有问题 接下来再说说语音 银河一巴的语音在功能上绝对可以到第一梯队 比如这样几个场景 你好银河 流星我来了 我要看粉红色小猪的那个视频 收到 你好银河 我来了 所有应用 第一个 车鱼试听 随听 随听 午后休息一下吧 项鱼 暂停 所有应用 第一个 它更大的亮点在于 还能用可见即可说打开手机上的APP 21 向下滑 向下滑 向上滑 42号车库 好的 此外 还有全时免唤醒 多人同时说最长60秒的严实聆听等等功能 车外语音是更好玩的 利用车外的音响 露营的时候放放音乐省掉了一个便携式的音响 拿着一大堆东西的时候让车帮你开后备箱省得弯腰好几次 这些都是很实用的功能 在体验了银河18几天时间之后 我其实有点惊讶 5米车长 SEA浩瀚架构 8295芯片 45英寸大屏 这样一款车的预售价18.8万元 相信结合上市之后的售价和权益 这款车值得更多家庭选择 特别是用户更关心的智能座舱 目前能稳稳处于核心位置的车型 其实也就那么几款 吉利银河18基于更强的硬件素质 视觉效果优秀的系统 还有Flyme Link这样的手车互联生态 让这套座舱有不错的竞争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三维坐标系 大致标记银河18和同价位的车型 我们也能看到银河18在硬件 生态上都有着更强的优势 我觉得吉利银河18会在即将到来的2024 再次选起智能座舱领域的竞争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我们个一键三连 这里是42号车库 我们2024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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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觉必须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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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完美省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